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踏入2021年啦 新的一年,许多人会开始思考明年的梦想和计划 特别是今年的疫情,很多事都耽搁了 2021年,绝对要好好规划,把耽搁的事都一一达成 这个影片,我们来聊聊如何规划我们新的一年吧 如果照这以下两个方法去做 一年后你绝对会觉得你的办事效率大大提升哦 首先,我们来聊聊第一个方法 巴菲特的5和25法则 巴菲特相信大家都认识 过去几十年,他都是世界首富排行榜上的富豪 他的管理模式和投资方法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而他的这个5和25法则也很简单 就只有三个步骤,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第一步骤就是建立我们的25清单 什么是25清单呢?很简单 就是列出25个你明年想要达成的目标 不知道怎么设定目标? 你可以思考一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想要得到什么? 第二,我想要做什么? 第三,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思考完这三个问题 我想你的目标应该会很清晰了 我建议你们可以准备一本精美可爱的小笔记本 就像这样的 然后,在第一页列下刚刚那三个问题 我想要得到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和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思考完这三个问题 就可以在第二页开始写下这25件你想完成的事了 写好了25个目标 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二步骤了 也就是回顾并挑出5个目标 这个步骤也就是要从刚刚列出的25件事 选出你最想要达成的5个重点目标 对,没错,只能选5个 所以这5个目标必须是你真正最想要的 选好后,重新把这5个目标写到下一页 然后找一个精美书签固定在这一页 时不时的回顾它们,敦促自己 所以明年一定要努力完成这5个重点目标 只选5个目标 那剩下的20个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时间才会来考虑完成它们呢? 错,巴菲特要我们把剩下的20件事都滑掉 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坚决不碰它们 这也就是第三步骤 聚焦5个重点目标 也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把我们所有的精神和时间都花在5个重点目标就好 坚决不滑时间和精力在另外20件事上 哪怕一点点的时间和精力都不行 这样我们才能全神贯注的去完成最重要的5个重点目标 希望巴菲特的这个5和25法则对你有帮助 跟着计划坚持执行一整年 大家明年一定可以梦想成真哦 不过一本笔记本只用前面几页觉得很浪费 不用担心后面还可以来做明年的代办事物哦 不知道怎么做代办事物 很简单只有两个步骤 照做的话肯定可以把你每天的办事效率大大提升哦 代办事物的第一步就是每天早上在记事本写下6件你当天想完成的事 就这么简单 而第二步呢就是每天晚上在完成了的任务后面打勾 没完成的就写到下一天去继续完成吧 简单的两个步骤 偶尔回顾过去的任务 看着过去满满都是打勾的完成任务 一定会有很大的满足感哦 同时也可以增加你更努力完成任务的自信心 每天坚持这样规划 一年下来你的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顺便打个广告 我们的小店有卖精美2021记事本和日历哦 点击下面的链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网店购买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2021 大家加油 祝愿我们的2021年都能梦想成真